词曲 李宗盛 欢迎来到 心意的爱族 那这集是我们的 十七生特集 但今天我们不是主持人 没错 我们要把主持人交给 第六季的主持人 Annie 哈喽大家好 我是第六季的主持人 今天这个主持呢 就是除了我之外 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主持人Sanny 然后今天因为有事情没有来 然后我们第六季 会从九月开始播 那之后就会听到Sanny的声音咯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实习生特集 耶 好 我会非常失控 就是第五季的最后 我们请五位要毕业的 实习生团队 五坚勤 我是五坚勤 五坚勤 存在五坚勤 是五十七 五十七 来聊聊就是存在 他们在存在工作的感想 这半年的感想是什么 然后我们先请他们 自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 那从 Ansel跟预言开始 大家好 我是Ansel 我们诗之夜 实习生最帅的 因为只有我一个男生 对啊 虽然在证 也是最正的 好 都具备啊 那我目前在存在 之前是做过词曲创作业 然后现在就是大家 众所皆知的 就是这个Podcast的存在 信义存爱族的这个专案 没错 我现在是当主持人 然后也是节目策划 对 然后我是预言 我是福人大学经济系毕业的 哇 谢谢 很厉害 在干嘛 经济系 你在干嘛 经济系讲话会这样子 大家跟我们差不多吧 对 好 然后就是 我负责的专案呢 上一次是Podcast的幕后 就是宣传一些有的没的 然后还要写文案 那这次是当主持人 对 然后中间还有负责一些 凹雨山什么的那个叫什么 丑尼玛 丑尼玛 对 乐团讲座 丑尼玛 对啊 然后有帮过偶培之类的 对对对 对对 那你们在存在做偶培的 对对对 我们以前有啦 对啊 我忘记了啦 我忘记 静雨 好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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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Yuki 我是师大东亚 系毕业 哎呦 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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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打老师了 我们要打老师了 他做我们 美艺国立大选 失了 失了 好失 我怎么没有演变成这样 好 就是呢 好 我就跟Enzo一起负责 寒假的词曲创作 没错 然后现在呢 负责的是 演艺经济的专案 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 那叫什么 存疑观察室 还没有看得去 先看五遍再回来听 哦 Yuki放话 YouTube搜寻存疑观察室 谢谢 下一位 下一位 所以现在就是要先讲戏集就对了 可是还是淡江大学英文系的Sherry 哦 英文系 Sherry 我曾经用叫你Sherry Sherry哦 Sherry哦 Sherry Sherry你叫Sherry哦 Sherry就叫Sherry 好失礼哦 心慧 心慧 那我之前是负责数位行销组的 就是还有曹尼玛 然后还有看到那个尼玛60秒 然后现在的话 60秒 对 这是我乱的同一个旋律 对 对 然后现在是负责偶像培训您 yes 对 好 下面一位 Hello 我是福人大学图书资讯系的妮娜 然后我刚进来存在的时候是负责 跟日人型负责那个偶像培训计划的公关 对吧 对 反正我们两个手机全都一起了 还有Podcast 然后你是后制 对 我是Podcast的录音师 然后后来现在是在写Podcast的专栏 还有一些设计的东西 好 真的 写得很详细耶 你们应该是从去年10月还是11月 10月 因为我是从1月进来 就你们下一届这样 那 因为 你们怎么会知道来报存在音乐 还是你们有什么 对存在音乐有什么想法 想要进来那里面工作吗 就是被广告打到啊 好可惜哦 真的 我很多人都有被广告打到 其实我也是啦 我已经忘记我是什么时候看到的 但我记得我在我头的一年前 我就看到这个动作 我大餐 渊源之神 我大餐的时候 我看到这有第三届才报名 我可以老实说 我是 我原本不知道存在音乐 然后是我朋友 我看到这个时期 他就丢给我 他说 感觉你可以去求求看 那我就说 好啊 那我改天有时间来做一下 有时间多了 有实力的人啊 好实力的 然后我都不敢讲说 我是前几天才知道存在音乐 因为我看到这是什么大忌 还是什么 什么大忌 大忌 就是你们面试大忌 面试的时候不能说 哦我就前几天发现有存在音乐 这个东西 想说就来从头 你刚讲到面试 就是 你们那时候有跟我说 就是那个 Nina她面试的时候 她出大招 你还记得你们面试的时候 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真的很强 你说说看你 你那个时候面试 你做的时候 我不要自己 其实 那Yuki帮你拿就好了 她那时候呢 那时候好像是要用 那会不会我们这样讲 然后后面的人就都用这招啊 不会吧 结果就有点困难 应该做怕到 后面我学这招的就拜拜 哦 Nina还是面试官哦 反正题目也不一定会是同样的 反正她那时候呢 就是用了一个情境广播剧 她就用手机 大家那时候在自 是自我介绍吗 自我介绍的时候 她就说 大家听这么多应该很累了 那大家现在可以把眼睛闭起来 然后她就拿出她手机的录音档 她就开始播 然后就跟那个录音档对话 整个就是变成一个广播剧 然后我们在旁边听我整个吓傻 我那时候自我介绍 我是最后一个 那我想说 前面的人也太假话了 那有人剪片介绍 自己什么样的 什么剪片 蛮多个人花招的 而且你的时间点算得很刚好 我想说如果你一个出错 那就完蛋了 她就大妖怪啊 那你不是前几天才开始准备 那是我在 要去面试的前一个小时 上了一堂很无聊 可是又准备的 然后前面我写仿纲 不是仿纲啊 就写那个内容 然后再加上录那个配音 很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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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记得你们那时候 面试的时候被就是 问到什么 就是很有趣的环节吗 因为我觉得 存在面试其实好像 还蛮特别的吧 就是跟 如果跟其他工作比起来的话 有趣的环节哦 有趣哦 我已经忘记了 颜色的那个 对我这有印象 有颜色 就是那个环节 我觉得超级刺激 然后那时候好像是 我记得玉人好像是第一个吧 什么颜色 你是什么颜色吗 对对 就是那个 对对对 就是再抽 你要上台抽一个 应该是物品吧 物品加颜色 对对对 你完全不会知道那是 有什么东西 然后你抽上去 你好像在十秒之内想说 我是什么颜色的 那个东西 我那时候抽到洋芋片 洋芋片 对啊 那你说什么 我那时候抽到洋芋片 然后我又说 洋芋片完蛋了 我是什么洋芋片 然后我就说 我是各种颜色的洋芋片 彩色洋芋片 就是你把我放到水的位置 现在自己讲这个好好笑 我那时候变起来 蛮像洋芋片 我的超色 那你为什么 柜色甜甜圈 你说甜甜圈 很薄薄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说 我就说我是一个 就是比较创意的人 然后我喜欢 就是各种唱 我忘记说什么 我讲然后创作还是什么 然后我就说 我没有办法被一个颜色给定位 所以我就说 我是彩色的这样 蛮假掰的一个答案 大家可以尝试看看 我说要信封 然后那时候想不到 干 信封 信封 白包 白包 当时我犯人讲出来 所以我马上想一个 我就说 黄色的信封 没有 我就想说 好像比较太阳 然后就是 你是第一个 蛤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你很黄 为什么我很黄 你就是说 什么意思 就是很阳光啊 很温暖 那我什么颜色啊 没有啊 你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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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待会再 呃 不要对麦克风 饮酒好不好 等一下都能入进去 那你们除了就是 这个环节之外 因为存在面是有第一轮第二轮嘛 那你们呃 还有什么 就是 因为我那时候是被 你们说是抽 你们抽颜色 我们那好像是 呃 三个关键字 介绍自己 哦 这个我们也有 没有 抽颜色是在 最后final的时候 哦 我们是 我们是画那个图 就是 我们要画一个 活动 企划的那个 想象图这样 反正就是各种 各式各样的 对啊 还有你们 那个时候还有 画图这种吗 好像也有耶 你们有画图吗 设计一个商品 有有有 要卖东西什么的 对对对对 这其实就是一个 可以帮助 应该算是可以认识到 你这个人 能不能团队合作 然后也认识到 你的创意的程度 对对对 嗯 嗯 这个 面试过程 其实 不只是 就是只是单纯来面试 也 交到朋友 然后也有 学习到一些东西 走吧 所以 对 如果听这一集的人 你是想要来 进入存在音乐的 你有 嗯 放那个 天马行空一点来 面试这样吗 没错 对 应该是这样 就是要 应该说 我觉得要有一点 想象力 想象力 然后要有 社交能力 我觉得社交能力很重要 社交跟沟通能力最重要 我想到了 我之前 去面试的时候 其实我面试前 心情超差的 可是因为面试过程 实在太好玩 所以我面试完 就好像 去玩一个游乐园 就面试回来之后 我心情就超级好 你们心里有面试 对啊 这很好玩 跟一般平常的面试 完全不一样 没错 好想面试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面试 没有人 那你们 刚试个吗 刚试练就可以来面试 比如你来这里面试 很像游乐园 对啊 我就觉得很快乐啊 很快乐 而且那时候我觉得不会上 所以我就很轻松 那你那个时候上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记得我那时候 刚刚收到那个 那叫什么 什么Later 英文太懒了 Thank you 不是Thank you Thank you 反正我刚收到 那时候我在健身房 然后我正要去洗澡 然后我就手机收到通知 然后就拿起来看 然后就 手开始站 手开始站 我那时候拿到也站 我就跟我妈说 那个 那个我前几天去面试的 那个好像上了 但不知道是我打错的名字 其实不是我 是我打错我的名字 结果就上 我一开始没上 Yuki知道吗 我知道 因为那时候我是 我是在创作营 对对对对 我们是创作营认识的 然后那时候 我就说 那时候我忘记 我就说到什么 反正一开始是没有上 然后后来隔 两三天嘛 还有一个礼拜 我就说 她就说 预言什么时候 你还不要来什么 你是超大遗珠 我就 超爽 我超大遗珠 这有比直接拿到昂布的时候 对然后我想说 超级爽 我直接在捷律站跳舞 跳舞 那时候她那时候 我说 我上了 我上了 我马上跟Yuki讲 我超开心 待会儿再看你那个舞 对啊 没有 我只会自己录 自己跳舞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看到那个信 那个信 她会没有参名 她会想说 蛤 我要跟她讲 我上了吗 可是她没有在那上面 怎么办 对 一开始 一开始真的 但一开始也没有特别难 我想 好啦 那我就 你就继续在家睡觉 快乐 对 那就是 像是投宅 追动漫 还真的 那时候生活真的是这样 你现在也是 这样 你现在升到比较不一样 现在应该很忙了吧 不要改变 你现在很忙 哈 我现在没有很忙啊 没有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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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有这样的 看天啊 看外面 然后刚刚还在玩肥威健身房 是因为现在毕业了 你不要学 对啊 毕业就很轻松 比较好 自己 谢谢 谢谢你也是 是 那星慧呢 星慧你 星慧你 你的面试 我的面试吗 我一开始也有可能不会上 因为我那时候是跟Lina 大家都感觉 因为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也觉得我不会上 就是大家好像 都觉得自己不会上 因为大家都蛮厉害的 就完全是有备而来 然后我跟Lina同时 就是第一次就跟Lina同时 超乖 然后就 谁有备而来 太多厉害的人 没错 然后进来之后 大家就开始忙自己的专爱 有不一样吗 你有发现不一样吗 跟你想象中一样 大家都很大 比较很客套的感觉 Yuki想要diss 我没有 我没有 继续 你们进来之后 就是因为存在很多专案 要去执行 那你们有 就是你们刚才说 你们分享你们 刚才在存在做的事情 那你们在准备的过程中 你们有遇到什么 就是翻船的故事吗 我比较想听到 翻船的故事 我们翻船的就是新手承的 翻船就是 新手承任务 没有一个是做得很好的 这不是凡 这是沉船 沉船 新手承任务是什么 我们是上架那个 上架梦东的电影配乐 然后还要宣传什么的 然后 这太细节 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 有一个 有一些任务 对 有一些任务 大概五个吧 小细项的话 有有 那个team building 的那个方案 刚刚我们的文案都写了一个礼拜 开会打枪 然后那个预言还打 我是不是打错 应该说 那个时候我们 应该算大事上 那时候还没介入状况 因为我们各自 除了那个新手承任务 我们还有各自的专案 应该算是 所以我们当然 那时候比较专心 还没上 专心在主专案 那你们的主专案 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吗 什么邀请人啊 还是要去做 拍片剪片什么的 有没有遇到什么经验 可以分享一下 你们遇到的事情 感觉创作应该蛮多 创作应哦 我们那时候 没有那时候就是我在做 因为我是负责视觉设计 我那时间从来没有用过 AI那些东西 然后我就想说 我到底要怎么用 才可以把它弄得很漂亮 然后我就是一直改 一直改 然后后来拖了超久 才去印海报 这是很好看耶 谢谢 很不像第一次用的 我也很喜欢那个海报 我觉得创作应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有点赶 因为而且我们10月 时间超短 对我们10月on board 然后等于是那个应 对2月初就要办 所以我们等于是 12月就要上架 包含筹划 对 就是从邀请老师 都是我们两个人 对对对 然后一定要两 应该是一个月半 就要整个弄完 因为12月底就要上架 所以那时候超级赶 然后我们中间 还开了一个过年 所以等于是 你没有办法进公司 弄这件事情 对 所以当时算是蛮大的挑战 而且我们还要 两组艺人吧 对 就是第一次 要两个奖唱会 但我觉得这过程当中 是好玩的 就是自己筹备 然后 但也蛮累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 就很紧张 如果很少人报名 所以就想啊 怎么办怎么办 有你们那时候 超焦虑的 对 如果你想要挑战自己 就是抗压性的话 可以来 扮演队 对 可以来扮演队 有词曲创作员 或是等一下 可能还会叫 OK 对对对 这两个都能够 训练到很多 我觉得是会练到 很多技能 就是跟在学校 办活动 是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有商业的 对 真的进到 就是市场上 又是不一样的 而且整个规模 又变得更大 对 但我觉得你们 最后的成果很好 就是 就要凝聚到那些学人们 到现在都还在一起练团 对 对 也交了蛮多好朋友的吧 好 你们也交了很多好朋友吧 在唱作音的时候 对啊 就认识他们就觉得 我感 唱歌超好听 他们是真的 每个都很像 真的超好像 就看他们从 本来都不认识 然后到最后 全部玩在一起 然后现在还会一起去表演 什么就觉得 哦 那本很有意义 很会看彼此演出 这样 哦 那欧培咧 欧培 也是因为我之前 在学校没有 算是主导过一个活动 这样 然后算是我第一次 这样主导活动 然后我觉得也是跟 平常经验 完全截然不同 就是因为你要跟经纪人 或厂商联系 然后就跟他们讲话方式 就可能不太一样 就是 就是跟平常是 很不同的经验 嗯 就在这边学到 蛮多一些什么 沟通跟 联络的技巧 这样 哦 没错 欧培那时候也有帮忙 就是欧培 欧培我们就是用 公关的东西啦 就是只要寄给学校 一些有的呗 送海报啊 哈哈 没什么感觉 但我现在已经 想不到我们那时候 在干嘛 我们那时候就是 要负责 把公关 每个厂商的类别 找出来 就可能上 培训计划的话 就会找美妆啊 食物 我们然后自己去发想说 这个培训计划 到底会吸引到 哪一种类型的厂商 然后整理出 他们的联络方式 品牌名那些的 然后再一一的 去寄邀约信 然后做邀约的企划书 哦对对对 然后最后就邀约到 选服来的 确定你有在吗 有 还是记得你那时候 一开始 一开始还很积极 把说 我的名单全都列出来 一开始 因为后来就没什么 我们的事啦 哦 我们主要还是 那你们那个 营队当天 就是营席过程 我觉得营队是现场的时候 比较忙 我们一定是 就我们五天都到啊 然后每天到八九点到嘛 然后 你感觉有 营帮的部分吃饭 没有就是你要一直跑东西啊 你要帮学员干嘛 然后可能你要帮忙去接导师啊 喜欢吗 哎还蛮喜欢的 哈哈哈哈 你有你有跟什么导师认识吗 认识吗 嗯 有看到西小瓜 最喜欢的应该还是 西小瓜 对西小瓜 我在看海报 我用自己腰肺 好虚假 没有啊就是西小瓜的课最好玩吧 我喜欢戏剧耶 戏剧超好玩的 今年也有剑腾老师 拜托剑腾老师真的超帅的 今年暑假也有 也有偶培营哦 我已经准备了 如果我想要参加偶培的 也可以来报名实习生 因为实习生可以全程参加 哎这真的都好好 哦 免费参加两个应对 我好想来哦 你们实习生在就是这半年 有没有那个听布丁有几次啊 我看你们又去玩一些 就一直 实际上是一次 对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是玩密室逃脱嘛 没错 听说安州很害怕 哦有他很害怕 他超怕 跟他解释啊 听布丁在干嘛 其实其实听布丁就是 呃我们可以让 凝结 凝结 因为我们听布丁 听布丁好像有点晚啦 所以应该是可能我们 已经 对对对 自当很熟了 我们已经熟到爆了 我已经丢顶起来了 然后才去听布丁 对对 所以大家赶快在还没有熟之前 约这个听布丁 我觉得还蛮好的 对对对对 海门 后来都熟到一个不行 还熟还一起去台南玩这种 我都还 有人去不了啊 有人没钱不能去啊 不然是哪个男生 我看起来很惋惜吗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女生刚才说 刚才我觉得好想去 这首部说好好想去 啊你 你不出来 骗你了 对对对对 你原生好骗啊 我会这样嘴啊 我好像小两口 好饿哦 你们教室 哦 好谢谢 谢谢下一题 下一题 下 好了就是 你们在大事的时候 还有很忙吗 还是就学校 还是你们都比较关注 就是专注在 做存在的工作这样 学校还真的没有很忙耶 好忙爆耶 你们有壁志什么的吗 我们没有专题跟壁志 所以我们超闲的 我也没有 我大事上就整天去朋友家睡觉 然后睡完觉到十点 然后再回家 你是比猪还猪的人耶 谢谢 谢谢啊 你什么意思都很忙 对啊 那你要就是 你有兼顾两个 那个时候我在壁志 就是之前大家也有听 前面的那个壁志特辑 所以我那时候是有点壁志 跟持创影同时进行 然后其实 我在弄存在 就跟Yuki一讨论完之后 我下一个 划开了一面 是用Logic Play的编曲 然后就整个 那真的就是整个 完全来存在 没有办法打理我的头发什么 就整个很狼狈的 暗戴眼镜 对然后延续三个礼拜都穿一样的衣服 就是完全我没有心思 你说GAP那一件吗 不是GAP 还有那个条纹的 对 K白条纹跟灰色 然后完全 完全没有心思大约 我就想说 哦好这件干的 就直接拿出本 然后我完全没有顾虑到 我上礼拜也穿一样 也穿一样 那个时候就是 可怕到一个极致 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在睡觉 然后长睁眼 好像一直长睁眼这样的 但我就练习到一些 时间空管的 你那时候已经开始录PACS了吗 还没还没 你在PACS之前 对对对 但你那时候是创作营 对是创作营 他那时候就跟我说 我下礼拜要去录音了 我又要去看录音了 我又在回音 你要不要听一下我 对对对 他听好几版本 那个小时候 被强迫听 对对对 好听好听 你在工作之余 还是有很多社交的时间 没错 我就是时间管理大师 还是有一些 很会社交 还是有一些 情情爱爱的时间 所以其实 大家不用担心 来说再太忙 因为Ansel都活过来了 对对对 没错 你们可以跟Ansel社交 你们有很忙吗 你们 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再存在就是 只要你想要做很多事情 这边一定有很多事情 让你做 但是如果说 你真的觉得某一段时间 太忙太累 都可以跟 大家说 大家都会一起帮你分担 所以比较不用担心说 怎么办 我这个专案做不完 或怎么办 我做不好 因为永远都会有人 在你后面 等着帮你 哦 你很会说 太会讲了吧 没错 那幸亏 你们 你有学校有很忙吗 就是 你有 我学校其实还好 对 这小小是什么 所以你就比较专注在 做存在的 就是 工作吗 他那时候其实很忙 他一次要用那个什么 你可能忙 你可能不忙 没有 我说他 就因为其实 存在很忙 大事的时候 是课业比较没有那么多 但就是会 自己安排其他事情 这样子 然后刚好那时候存在也是 因为我那时候在数位协销组 然后数位协销组 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又想 尝试很多东西 就想说都试开 然后就 比较多事情 但是因为就是 自己蛮喜欢的 所以最后还是就是 把它挺过来了 喜欢就会挺 对 没错 喜欢就挺起来 那你挺很多次 你都闭嘴 那 好 那这半年就要结束了吗 那如果你们用 一句话 来形容 这半年的生活 你会 其实我们已经快一年了 对不对 八个月 我们已经 现在第九个月 现在第九个月 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十五六 第九个月 四分之三年吗 数学好 对啊 数学很快 然后我们 四个人是不是会来到七月 差不多 快一年 哦 所以可怕 但是这几播出的时候 应该是八月底了 对 就差不多快一年嘛 哦 哦 那什么教室啊 那什么教室 那你刚问什么 我忘记了 我问说 我问说就是 如果你们 用一句话形容 在存在工作的话 你会推荐其他人来吗 还是 会推 因为真的会 学习到很多东西 你的技能已经 跟 level up 对对 就是跟身边有 身边的普通人嘛 要怎么说 普通人啊 他开始在文革化之类 没有来实习的人是吗 马瓜 就是 我觉得有一种 提早进入职场的感觉啊 有这么欢乐的职场吗 哦 就有在这里 好啦 就有在这里 我觉得是如果 你有很多想要做的 和很多想要学的东西的话 这便是让你 真的有实际的事情 可以去做 那些你想要学的东西 因为像 我可能原本就想学PSAI 可是我平常就 没有专案可以做 所以我虽然想学 可是没有动力 但在这边的话 就是一半逼 一半自愿 你就慢慢的 不知不觉 我就会好多东西 这种感觉 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你是 像我是念 跟传媒相关的 就是科系 那如果你自己可能对 音乐 产业有兴趣 或是演艺圈 有兴趣的话 这里是 会让你接触到 大量的 就是 不论是人脉 或是什么 或是 真的有一个营队 让你去接触 你就可以知道 原来音乐圈 或是演艺圈 它的商业模式 可以这样进行 像 我不论是 磁创营或是 心意存在组 就是你可以接触到 大量的艺人 然后你可以 认识到说 原来艺人 私底下的面墙是这样 然后要怎么去接待 要怎么去挖 他们的生命故事 我就 有挖到什么神秘故事 很多啊 欢迎去听我们的 S5啊 心意存在组啊 对第五集 好听啊 很多故事啊 我们还有一集 于宪人啊 我大推啊 很多故事 所以就是你 会更认识这个产业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 非常推荐 而且我觉得 也不用担心 你自己的科系是什么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想说 我不是音乐相关的 我不是什么行销媒体相关的 怎么办 就其实没关系 就像我自己是东亚系 其实我上的课 跟这边的东西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我觉得 这就是我想要做 想要尝试 如果是兴趣的东西 那我可能也可以在 这些专案里面 发现说 原来我真的喜欢这个 我可能真的很喜欢办活动 我很喜欢 从这些事情 获得成就感 就会很适合来这边 就是尝试一些 你可能在其他地方 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因为这边就是 只要是评估之后 觉得OK 其实都会 让你做 大家很多人 都会一起支持你 一起完成这件事 这样 对 就推 那你们应该 就是 因为其实一个礼拜 只要来开会一次 除了Podcast 你们很常 我们这个礼拜五天 我们这个礼拜 五天 五天来 怒三组艺人 四组 五天怎么会 四组 谁是幽灵 对啊四组 好 好什么好 所以你要讲什么 好什么好 我也忘记 我刚刚讲什么了 真的是比输还输得住 你刚刚再说一次 我刚才说 就是你们录Podcast 就是 一个礼拜只要来一天 就是其他人 可能开会来一天 但是还会再花很多时间 在准备 但是你们Podcast 就是要 就是 花更多的心力在 就是 这倒确实啊 对 就是要写反纲啊 记忆人比较 比较常的是跟经纪人 他们沟通 然后还要 敲时间 这是最麻烦的 敲时间 然后要确认宣传 所以如果你时间 没有很多的话 我不建议 就是做Podcast 因为你这样 你跟艺人可以敲的时间 沟通又很少 我建议是你课 比较单线的时候 对 那雪橘可以很少的时候 然后你来接这个 我觉得还可以 建议大事 大事的时候 应该就大事比较先 我记得我刚进Podcast 组的时候 因为我是负责录音 就是刚进来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 我记得 我永远记得 我第一次录的是Crispy 我也好喜欢 超紧张的 超紧张的 因为我就是那种 我完全没有碰过 那种音乐的器材 所以Garage Band 我也不会用 就大家会觉得 很基本的软体 可是就算你不会 你也完全不用担心 有人会教练 而且你录几次 一个礼拜 大概要录两集吧 你录个两三个礼拜 真的就完全上手了 而且可以看到超多艺人 我每次录一次 要全粉一次 真的 我觉得现场录音 真的会 真的是很有魅力 我后来就去看他们专场 爱上 完全爱上 真的好好戏 因为透过他们的创作故事 然后又对他们更了解 然后就会更喜欢 变成了喜欢这个人 而不是他的音乐 而且他们其实都 都蛮有深度的 但我说 吹乐团他们其实讲的话 都很有深度 对啊 还没听到 他敢去听那一集 没错 也要听S5哦 现在S5 S5 S5 S5比较好听 黄昊也很好听 黄昊也很好听 黄昊很帅很好听 进去这样哦 可是播了一些时候 已经帮我讲 都好 好 我相信他们 相信他们 加油 集气 好 那 其实 已经差不多 到尾声了 等一下我们在哭什么 你们到毕业了吗 毕业是为了 我要讲一些干话了 走更长远的路啊 是吗 毕业会快乐吗 毕业会快乐 毕业是为了实业 实业 但我今天有个感触 就因为我刚前面 一个事情之后 然后我今天就 有个感触 毕业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从这个地方 离开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 你带走了一些东西 我觉得存在就是一个 真的会让我有 毕业的感觉的地方 就搞狗 真的 其实真的在福大 你现在要问我 什么经济的东西 对我们明天必别 四十万的毕业 带不走什么 还好你们是四十万吗 那真的有毕业 六成八 对超多 我是五 那应该是五 四十万 对 带了一张五十万的尺 好重 好重 还好 至少有毕业啦 对啊 你不是差点要延闭吗 这不好说啦 学校差点要延闭 这不好说 对 好 那最后呢 就是 想问 Ansel跟预言 你们两位主持人 第五季的主持人 在就是 这一季的节目最后 有没有什么想要 话留在 这一季 这一季吗 这样 好 记得收听第五季 没有收拾 第五季 这一集就 最后一集啦 结束了 有什么好讲的 好 我觉得 我要感谢一件事情 要来观赏一下 好 就是谢谢每个 来 愿意来我们存在组 然后 访谈的艺人 这样 然后因为我觉得 就是 每一个人愿意 跟我们分享 他们的故事 然后分享 他们的作品 其实就是 你会看到一个音乐人 成长的故事 他们从 可能还没有 这些作品 然后到产出这些作品 然后到 愿意来我们节目 跟大家分享 其实 是蛮不容易的事情 然后你会 有一些感动吧 我觉得 多多少少都有些感动 然后还有一些 跟他们一起 创作的环节 我觉得都蛮好玩的 所以 欢迎大家 一定要去听 我们的节目 然后也欢迎 就是如果之后 想要来存在实习的人 可以加入 Podcast这个部门 真的蛮好玩的 对 就真的是 很好玩的一个专案 接下来第六季 也要继续支持 没错 谢谢你们 那 就是很开心的 在 就是存在工作的时候 认识你们 那 今天的 希望你们毕业 真的会有快乐啦 就是不会什么 刚才说 很悲观的 什么毕业线 回来当然你不快乐 超烦的 这些人怎么又来了 好吵 这些人自己话 他走了没眼 对 潘烂雅人的 不会啊 这人多好玩嘛 对不对 没说到 对啊 但是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真的是人最多的时候 而且我们也要特别吵 对 我很安静啦 是吗 你的身体很吵 很吵 是吗 不行 好啦 好啦那最后就是 信义存在组 接下来就会有我跟 就是另外一个主持人 杉妮结棒 然后我跟杉妮会 再介绍更多 很厉害 很棒的音乐人给大家 然后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信义存在组 下周三 第六季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